顺智问禅 顺智帝迎请玉林禅师 如公讲解佛法 顺智帝问 独棱严经中有多处不解 请问大师 这经中所讲七处正心 心在哪里 现在还在七处吗 玉林禅师答 密心咬不可得 顺智帝说 悟道之人 是否还有喜 怒 哀 乐 这诸般情感 玉林禅师反问 这喜 怒 哀 乐 又是什么 顺智帝说 山河大地是因人心中的妄念而生 若这心中没有妄念 山河大地还存在吗 玉林禅师答 人从梦中醒来后 这梦中所发生的事 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顺智帝问 修习佛法 要如何用功 玉林禅师答 你是皇帝 言行举止 皆是要被天下人效仿的 所以你要使朝廷 按一定的法治 去治理天下 而不应该按自己的 好恶横家干涉 所以你治理国家 就要秉持端拱无为的原则 就已经是一件 极大的功德了 顺智帝问 要如何能修得大功德呢 玉林禅师答 君王的人德 要如同阳光一般 则被四方 贯通上下 顺智帝问 如何才能 看破前世今生 知道我是谁呢 玉林禅师答 正如六祖所说 不思善 不思恶 正与们时 如何是本来面目 这就是将一切事物 分为善恶 执着于一方 丢弃另一方 这种分别会使人 意识迷惑 失去本心 只有将一切分别心去除 才能见到万事的本来面目 认识真谛 顺智帝心中大悦 深感与禅师相见恨晚 并赐玉林禅师 好大绝禅师 禅宗智慧 顺智帝曾作禅师 黄金白玉非为贵 唯有夹杀披身难 百年三万六千日 不及僧家半日闲 黄袍换雀子夹杀 只为当年一面差 我本西方一纳子 银河生在帝王家 这是顺智帝的赞僧歌 一句黄金白玉非为贵 唯有架杀披肩难 成了千古名句 整手试看 这绝对是一个觉悟 看破也放下了的君主